康夫先生, 剛才的白灼豬肉 很好吃, 不過有些齋, 有些清淡 有濃微的菜嗎? 有…有濃微的菜 我濃微的菜, 一會兒 我做個黃豆豆豉蒸肉餅給你吃 好, 黃豆豆豉… 黃豆豆豉, 黃豆豆豉 豆豉, 有兩種豆豉 有黑豆豆豉, 有黃豆豆豉 我們吃肉餅多吃, 家裡也經常做 你現在能夠在電視台跟別人說 剁肉餅, 你到底有什麼超能的功夫 你介紹一下 剁肉餅… 哪有用力 哪有用力 你因什麼事可以在電視台 介紹你的剁肉餅? 因為我的剁肉餅跟別人的剁肉餅不同 怎麼說 剁肉餅 我洗豬的上肉, 即是夾芯 第二條排骨上一點 豬梳肉放一點, 不多一點 那個肉餅吃了生命就沒理解了 只有這條排骨上一點 所有的位置也沒有, 串在 豬梳肉餅… 大概哪個位置 什麼位置 所以各種都是假的 懶得專業地拋出數據 你就拋出來了 是的 就沒話說了 有什麼… 豬梳肉, 有什麼豬梳羊 我們都不知道 舅父身由點指拋數據這麼簡單 剁肉也一樣有功架的 用什麼方法剁到它粒粒就行了 這個很快樂 這個很快樂 這很快樂 很專業, 聽字咒以前 這個廣東粵�ㅎ而ني 小燕 魚打韭蕉, 魚打韭蕉 這種其實不重要, 不要攪亂 好 煮郁一煮, 把它們放… 跟著上面放直 然後再來吃吃豬梳 還有魚打韭蕉… 魚打韭蕉 繼續 好, 加豆豉, 蔥花就可以拿去蒸 塵哥, 有一件事是女人很白的 不…女人很白, 是女人很想知 你也說過怕老婆會發達, 是嗎 是否真的怕老婆會發達 要學習一下東西 是 這樣嗎 是 我說過那時候是拍那部戲 那部戲叫做《河東思考》 《河東思考》宣傳的時候 第一句歌詞是怕老婆會發達 其實不是怕老婆, 不怕老婆的問題 其實人最重要是尊重 很差 因為是你的家庭 你也要尊重父母 尊重兄弟姐妹, 你的老婆也要尊重 大家尊重才能建立關係 怎樣尊重? 開箱 我舉個例子說明一下 還有尊重這份感情 有東西也很美, 蔥花 先別學那麼多東西, 先吃東西 你做甚麼? 試試做正事 行了, 蔥花, 蔥花 這麼快就蒸得好 這是黃豆豆豉 你煮了多久? 五分鐘左右 我煮了七分鐘 七分鐘? 這個我有份燙 說粥水浸是淡香的 這個應該跟濃香味 真的 這是順飯菜 而且你說的羅定豆豉 羅定豆豉和一般豆豉有甚麼不同 羅定豆豉也是用黃豆做的 其他豆豉用黑豆做的 但很奇怪的是, 他說沒有粉撈 但吃起來好像有粉一樣 你覺得是嗎? 是嗎? 有這個口感 對, 而且很滑 很滑 就像炒亂熔一樣 好像有東西拿 這又是要說結術了 3、7, 3、7就肥肉 3、7就肥肉, 7就瘦 如果放到4、6或對半就軟了 你說放到2、8就爽口 更加爽口 對, 而且剛才我們看到它 其實沒有放到它起肉膠 對, 沒有 你看看, 它這樣不斷 對, 看 這個是不是跟豬本身的肉質有關 而且感覺都是偏硬的 豬也是偏硬的 奇哥 甄皮豬 甄皮豬 真的, 也不知道怎樣 跟你做飲食著 是 對 若然, 下老婆會發財 她老公一定會發財 她老公發癢的 一定會發癢的, 不敢咬牙